星期六,11月23日,下午3時半 會在青年運動場舉行一次演練 而今次因為演練,所以我們將人數去到球場的上限 即是五千人 之前兩次的球賽都是自由坐位的 而今次的演練,我們會安排特定坐位 我們會加入一些情境 測試各部門和一些相關的持訓者的協助、溝通和信任程度 而為了方便各位傳媒朋友去報導我們今次的演練 今次我們會加入一個盜賞團 在每一個環節裏面,我們都會講解究竟發生甚麼事 演練由下午3時30分開始 會在晚上大約8時45分左右結束 演練將會涵蓋五大的測試和評估的項目 第一,是進場的安檢和驗票的流程 第二,場內的標示和指定座位的安排 第三,是應對突發事件、跨部門的協作能力 四,進場離場時的人群管理措施 以及第五,港鐵的客流管理措施 今次的演練將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進場階段 第二個階段是第一次離場測試 第三個階段是第二次離場測試 首先是進場,今次是首次有五千人和指定座位的安排 可以測試入場需要的時間和指示的清晰度 大約下午五點會進行第一次離場測試 第二次離場測試會在晚上7時30分左右開始 參加者再次分批離場 參加者可以乘坐港鐵離開 演練也都隨之會結束